从羊羊开始吧 这首作品包括 就是非常适合他的 开始点上习惯 可他可能是五前手里 目前跟这个乐队之间 融合度最好的 对对 然后段灵溪 段灵溪 因为我看过他原来比赛 就是弹极的那种 比较自由 然后挺有灵气 但现在感觉是这样一动 给他矿死了 反而在里面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的时候 然后红尘 我觉得他心里那个律动 对那个心里唱歌的律动 一直不是那么能呈现来 能稳 他年轻 可能他驾驭不了 这么四平八稳的 这么一种表现形式 然后刘欣 就是属于过优不及 就是驾驭伸缩 他可能缩的时候 因为他有这个技巧 他可以控制 要爆发力的时候 他反而过 然后苏妙玲 自然是他的优点 音色是他的优点 但是他的这个技巧 和这个是音乐的把控 我觉得是他的弱 我们意见统一吗 OK 在我门前站的是 快女的全国五强 刚才的考试结束后呢 有三人是过关的 另外两个人暂时危险 首先请红尘助理 其实音乐就是一个 特别神奇的事情 它可以通过一首歌 让别人听出 或者了解这个歌手的性格 所以在刚才这个演唱过程中 你的副歌部分 由于过于抢拍 所以能让大家听出来 和乐队是完全脱离的 所以接下来你将成为今天 第一个危险的部分 今天红尘的表现 就是确实有点抢拍了 现在我觉得杨阳 拍子有点 不怎么对 下面请杨阳和刘欣 二位选的都是一样的歌 《月光》 其实这个看似适合 你们两个作品 其实二位都是有些问题 杨阳呢 其实我总也希望 你有些突破 就是太和谐 太是在你的那个调调里面 怎么能够建立你的标识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然后刘欣呢 我觉得你有能力 把它可以在情绪方面 处理得非常的有弹性 但是实际上过火了 他唱首歌的方式 就是从不到平平淡淡 所以到时候我就觉得 如果对平平淡淡的评价 都是非常好的话 为什么我这个评价这么不好 二位的结果是杨阳是 安全 刘欣 安全 其实你们两个都是 没有经过太多的 这个专业音乐训练的 这样的歌手 其实这样的时候 往往把你们身上的 很多比较明显的瑕疵 特别明显的展露在我们面前 今天我们的平板的主要标准 就是你们的声音跟乐队 融合在一起听进来 是否悦耳 苏淼 你的整体气质 包括你的音色 在整体上 还是悦耳的 所以今天你们二位 安全的是 苏淼 危险的是你 在我面前的两位女生 你们今天的比赛表现欠佳 请你们回答我 你凭什么留下 那个留下怎么傻 一般你以前怎么说 我从来没说 以前就说我值得留下 他问我哪值得留下 哪哪值得留下 你不能这样说 这样说就带定了 你要乘客一聊 参加了这么多场小考 今天是第一次危险 然后感觉好像画上了一个 很不圆满的句号 我不敢再抱有自信了 今天我抱太多自信 结果成这样 还是努力吧 万一走了 说好 第一次和 就是和这个全乐 一起合奏 然后可能太紧张原因 可能控制得特别不好 这个自己知道 我还是尽可能希望自己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留下 今天这个考试 然后投入了很多感情进去 然后这首歌 主歌词特别符合我 我小的时候 姥姥就会教我唱歌 只不过不是天黑黑 是南宁湾 我投入了感情进去 在场 还是不是很适应 这个选乐队吧 第一次合作 希望能够 老师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今后就是会更加努力 我们知道有很多大牌歌手 都做过这种弦乐的 这种演唱会 我们这个环境很小 其实不需要那么去 强调它的这个强重 我觉得最重要 还是像王正刚才说的 是和谐特别重要 如果你致力于做一个音乐人 或者歌手的话 其实有你自己 本身固有的强项 就是某种音乐风格 一定是你自己最喜爱 最能够掌握的自如的 但同时也有很多 门类的音乐风格 使你可能 平时很少碰击的 但是如果想做一个 全面的歌手或音乐人 你就要多去学习 掌握各方面的音乐风格 这样的话 你可能日后的路 就会走得更远更差 现在我宣布 本周学院考试的莫名是 盾灵溪 虽然这一次 是他第一次 走上军聚PK台 以他的能力吧 我觉得一定会可以 捍卫全国 一旦站到那种危险的境地的话 他会使出全身 全身的力量去迎接挑战 他对自己有信心 我对他也有信心 没有我们两个 如果一起进行全三强呢 想换位成功的话 就几率会没有原来那么大 看他的发挥 也看对手的实力 本周学院考试 快流武强奋力一搏 最终断联系 莫名待定 本周学院考试的莫名是 周五将第一次 战场总决选的 终极PK台 凭借一把吉他 一副好声音 一路停进五强的断联系 能否从容面对着危险局势 将自己留在这梦想的舞台上 24小时后 答案计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